一屆将到二级高雄市府也决定9月1号学生会如期开学 并且是祭出最新的开学防疫原则 到时如果要上体育课的话都要戴口罩 并且量体温采取固定的座位 吃饭的时候也必须要加装隔板避免群聚 开学典礼如果可以的话就以现象的举办 没办法就只能取消 学生隔了三个多月终于可以重返校园 让学校方面也得全面启动开学的防疫措施 隔了三个多月学生们将重返校园 实体上课再及防疫措施也要有 戴口罩量体温同时一定要有固定座位 会配发给学校隔板 高雄拍板定案开学防疫原则 基本口罩量体温少不了 到时候采固定座位吃饭用隔板 避免不必要机会开学典礼线上办或直接取消 迎接学生回归也将提前完成校园清销 真的要拜托大家南北的移动 在室内的聚会能免则免 另外举凡南北移动室内群聚 老化以聚能免则免 再配合实联制 针对基层诊所也有快筛奖励措施 要逐起社区防线 15967是新北市的确诊个案 来到高雄以后 那也本来是想说 在到医院能够探视他的亲人 那也因为医院的严格的把关 所以这一位确诊个案 就没有进到医院的活动的足迹 尽管疫情警戒从三级降到二级 但防疫不能仗急 请就操红卢庄纪委高雄报导